好了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机器人MOS的第五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勾第六圈 那么之后呢我们这个蓝色线用不到了 所以呢可以直接剪断 我们继续勾第六圈的部分 一个短针一个加针重复勾两次 这个地方呢针眼比较少不要着急 一个短针做好标记 然后接下来一个加针 一个两针的加针一个V 一个针眼里面同时勾出来两针 这是第一次 接下来第二次 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变成了六个短针 接下来第七圈 我们就是勾六个加针 连续勾六个加针 六V变成十二个短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第一针还是做好标记 第二个加针 第三个加针 第四个加针 然后第五个加针 第六个加针 变成了十二个短针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下第八圈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重复地勾六次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个针眼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需要重复地勾六次 接下来勾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 然后第三次 然后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帽子的第八圈 就这样给它勾好了 变成了十八个短针 那么勾好之后呢 把这个线拉长 留一个长线尾 后期呢 我们需要用于缝合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进行一下连接 用这个缝合针来连接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短针针眼 跳过去 从第二针的位置穿针 找到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眼 挑它的外板针 连同下面这个线圈 这样一同穿过去 这样就连接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机器人的帽子 就完成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勾一下这个眉毛的部分 非常简单 这样打一个线圈 然后勾针 穿进来 适当拉小 直接勾三个变子针就可以了 一针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勾好三针就可以了 把线拉长 把线拉长 留一个长线尾 后期用于缝合 第一个眉毛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勾好第二个眉毛 勾好三针 勾好三针变子针 把线拉长 这是我们两个眉毛的部分 非常简单 那么勾好这两个眉毛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一下这个小机器人的其他部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还需要勾上一堆耳朵 耳朵呢 用这个深灰颜色线来勾 后期呢 会把图解的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还有两个小角 大家看一下 角的部分呢 我们用到了换色 也用到了这个外勾短针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同样的 还有两个小手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我把这三部分的图解 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了 我们把这三部分都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进行缝合 这个手和角呢 我们都需要在里面 放入屁屁棉填充起来 我们先缝一下这个手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两个小手呢 我们就给它缝在这个 身体的所有两侧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缝在这个勾 外勾针的这一行的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缝在这个位置 大家跟着我呢 来缝一下 看一下这个缝合过程 下一个星期 我们下一个星期 我们下一个星期 下一个星期 上一次 我们下一个星期 就把下一个星期 下一个星期 就会购在这一部分 那下一个星期 这就会并且 我给他买名的 链那一些二分数 我帮忙 不告诉你 我们下一个星期 不是 对 我们下一个星期 水 两个手缝好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合一下 这个两个角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也是缝在这个 外勾短针的 上面的这一行就可以了 缝在这个位置 两个角呢 保持对称 这样缝合起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缝合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手和角都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缝合一下这个小帽子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直接缝在头顶的 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顺着这个圆形的轮廓 缝一下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合一下耳朵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耳朵的缝合位置呢 我们是在这个 外勾短针的 靠下两到三行的 这样一个位置 两个耳朵保持对称 这样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好了 姐妹们看一下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两个眼睛给它安装好 眼睛呢 我们安装在这个 外勾短针 靠下的第三行 和第四行之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两个眼睛之间隔开 三到五针都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把两个眉毛缝合起来 眉毛呢 就缝在这个 外勾短针下面的 第一行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白色线勾勒一下 这个小机器人的这个嘴巴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就在倒数的这个 第一行第二行之间的位置 我们来简单勾勒一下 我们再把这个嘴巴勾勒好 我们这个小机器人呢 就全部都交给大家了 非常简单的一款小玩偶 这样穿出来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活灵活现的小机器人 就完成了 好了 感谢姐妹妹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